大家好,我是内科主治医师黄怀轩 今天来跟大家讲有关急性白血病的一个诊断 这堂课呢,我会把它分成三部分的影片 第一部分呢,是讲诊断 主要是在讲症状以及诊断,我们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 那另外关于预后啊,以及治疗呢 我会把它分成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以及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两个主题来分别录制影片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呢 AML和ALL的整个算是流行病血上的分布 按照我们癌症资料库呢,所看到的数据 你可以看到从1979年开始我们有癌症资料库开始 到现在呢,2015,最新的2016年release的data 可以看到说AML和ALL的病人人数呢 都是逐年的上升中 那尤其以AML的病人人数呢 比ALL要来得多 若是以年龄的分布来看的话呢 可以发现AML主要是集中在年龄大的这群病人身上 那ALL主要是集中在小儿童的这一块 但是ALL在成人呢 其实呢,在老年这边呢 又一个小小的匹克 那我们接下来来讲讲看呢 急性白血病的病人呢 在临床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首先呢,讲到症状我们就会来想说 问一下说血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基本上血癌的定义就是指不成熟的造血细胞 不正常的真生 那指的就是从干细胞下来到precursal cell 这个阶段呢,都是不成熟的细胞 那什么 这是我们造血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分化生长的示意图 可以看到说我们所有的造血细胞呢 都是从Smartal-colytic stem cell这边分裂而来的 那他们会先分裂分化成Miloid precursor cell或是Lymphoid precursor cell 那来进一步分化成呢 你在周边血所看到的这些成熟细胞 像是红血球、血小瓣啊 颗粒球、单核球甚至淋巴球这一类 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 基本上就是Early Miloid precursor cell不正常的真生 那当他们不正常真生他又没有办法分化的时候呢 正常的Miloid的细胞它的数目会减少 那你就看到红血球是要扮演一些白血球的数目都在减少 那它长太多的时候它就会跑到周边血液来 让你看到BLAST在周边血液里面 如果是ALL的话呢 一样它是Lymphoid precursor cell不正常的真生 多的时候呢你在周边血会看到它 那它也会影响到正常淋巴球的一个数目 除此之外因为它会占据骨髓里面生长的空间 所以呢实际上你也会看到成熟的Miloid的细胞呢 数目也是会减少的 那以这样子来看 其实你会急性白血病的病人 不管是骨髓性淋巴性 基本上呢我们常见几个症状 贫血 出血 还有感染 当病人红血球变少就是贫血 血小板变少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出血 像是有一些女生呢 她刚好遇到月经来 血流不止带着尿布来急诊看你 这个也是蛮常 以一个急性白血病的病人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感染呢也是我们很常看到的 病人时常有一个感染处理不好啊 或是发烧啊来急诊 就一抽血 哇 她的wide count就是十几二十万 然后blast好多 那真的有用的ANC非常的低 所以病人就感染了 因此贫血出血感染呢 这三个呢是我们 在出诊断的时候 病人最常开来的一个主速之一 另外呢有些病人会在皮肤啊 或身上一些其他地方呢 有所谓的leukemia infiltration 像左上角这个呢是肝肝 hypertrophy 右上的这个是所谓的leukemia cutis 但这些诊子啊 或者是一些临床的一些 老实说并没有特别的特因性 像刚刚的贫血出血感染 以及这些皮肤表现 基本上和临床上其他的疾病呢 你无法去区分 因此呢我们在诊断上呢 就要借由一些实验检查的工具来帮助我们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到诊断的部分 诊断最简单就是抽个血吧 像A和B这两位病人呢 他们都是急性白血病的病人 可以看到说这两位病人刚刚好 都是白血球较高 但白血球高中 高正常或低呢 都是急性白血病病人 可以看到的一个状况 那这两位病人你也可以看到 他们两位都有贫血 一位比较严重 贫血到7.6 另外一位是轻微一点的 到10.4而已 再来就是这两位病人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血小板降低 不过以他们降低的这个数值呢 其实倒应出现出血的症状 顶多Ocein会多一点 但是不见得会有Petichia 那再来就是白血球的分类了 这个是里面最重要的 可以看到这两位病人的Blaster 都有超过20% 但是光看这样子的一个血球项呢 我们是无法分辨说病人到底是AML 还是ALL 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个血球的形态血呢 才能够区分他到底是淋巴性还是骨髓性 好 在我们讲血液二性疾病的诊断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讲四大要件 M就是细胞形态 就是我们常讲的抹片啊 或是一些 病理切片这类型的 那再来I呢 就是immunophenotype 就免疫表现型 主要呢 是借有一些特殊染色的方式 来看这些不正常的细胞 它表现什么样的Potein 或是什么样的Gene 再来呢 C就是Cytogenetics 染色体变化 有一些特殊的染色体变化呢 只会在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病人表现 或者是在某些特殿疾病的表现 这些也都可以协助我们诊断 那除此之外呢 染色体变化以及基因突变这两项呢 都是跟育后有高度相关 因此前两项是主要我们用来诊断这个病人是 哪一种血液恶性疾病 那关于育后呢 我们时常会用染色体变化 以及基因突变呢 来帮我们预测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 或者是复发率高不高 接下来我们先从第一个细胞形态Mofology 来开始讲 像这张图呢 就是刚刚那位A病人的周边血液抹片 可以看到从左边算来第二颗细胞的细胞质里面呢 它有一个粉红色症状物 这就是所谓的Aura Rots 那当时看这位抹片 这位病人抹片的技术源呢 他非常的好心 在复注里面呢 特别说他看了200颗白血球 那有看到Aura Rots 因此这位病人可以非常轻易的我们就从周边血诊断呢 它是一个AML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但是呢 如果你要确诊呢 我想很重要的 还是要为病人安排一个骨髓检查 那做了骨髓检查以后呢 我们会以骨髓里面的白血球的细胞形态 以及各式细胞的比例呢 来对这个病人做诊断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AML以及ALL 那AML的癌细胞呢 叫做Myloblast ALL的癌细胞呢 叫Lymphoblast 那Myloblast和Lymphoblast 他们在形态学上呢 有一些特性 Myloblast呢 跟旁边的红血球相比呢 它稍微比较大一点 Lymphoblast呢 它只比旁边的红血球 越大一些些 Nc Ratio呢 两个都非常的高 它们既然是Blast Nc Ratio都是非常的高 但是可以看到Myloblast呢 它的稍微低一点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有一条Cytoplasm呢 在它在细胞核的旁边 可以看得到 然而Lymphoblast 它只有细细的 小小的一圈的Cytoplasm 可以看到 所以在Nc Ratio部分呢 Myloblast很高 但Lymphoblast呢 是更高 在核的结构部分呢 我们来看Cumartin 两个Cumartin呢 都是比较松散的Cumartin 因为这些细胞 都是属于比较早期的细胞 它们需要 做非常多的RNA及Potin出来 因此这个Cumartin呢 都是比较Loose 有很多Potin Transcription Factor 这些可以接上去 但是它们Loose的程度不大一样 可以看到Myloblast 它的Loose呢 是比较滑顺的 那Lymphoblast呢 它虽然松散 但是中间可以有一些些结球的感觉 另外在核人Nucleoli的部分呢 Myloblast呢 时常可以清楚看到这个细胞核里面有一个比较空泡一样的东西 就是核人 然而Lymphoblast呢 通常我们是看不搭到核人 反而Lymphoid的细胞呢 要从Lymphoblast成熟一点点到Pro-Lymphocyte的阶段的时候 核人才会比较明显 那至于细胞质Cytoplasm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Myloblast的Cytoplasm 偶尔可以见到一些很细很细的Granules 那Lymphoblast呢 基本上是不会看到Granules的 好 那这是一位AML的病人 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高倍下呢 我们看得到的细胞呢 几乎都是Myloblast为主 那偶尔掺杂一些Pormyloci Pormyloci大小呢 会比旁边的Myloblast略大 然后细胞质更多 而且细胞质里面的Granules就更多 我们正常人的Myloblast呢 在骨髓膜片上是5%以下 那20%以上呢 基本上就是AML 像这种高倍的一个Feo下面 大约都是接近50颗的细胞可以看得到 如果说呢 你可以看到三颗Blast以上聚集在一起呢 基本上呢 就知道它算起来应该就超过5% 那这是另外一个病人的抹片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种很特别的AML 叫APL Acute Polymphocytic Leukemia 那这个APL的特色就是它有90%的细胞呢 都是停在所谓的Pormyloci的阶段 所以叫Pormylocytic 那在这些Pormyloci呢 因为Pormyloci它会出现Primary Granule 那也因此呢 这类型的细胞你偶尔会看到呢 在它的细胞质里面有非常多的Aurorods 就是这些粉红色症状物 不像刚刚那位病人只有一只 那像这样子的细胞呢 我们叫它Phegocell 可以看到它在细胞质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症状物 所以我们叫它有时候都会说 这样的细胞形容为万简穿心 那这是另外一位病人的Phegocell 那也是一样有非常多的Aurorods 可以看到它在细胞质里面 那也有一些病人呢 它看到的都是Pormyloci 但是它没有像刚刚那样子 非常明显的万简穿心 然而你在高倍下 你去看它的细胞九成以上都是Pormyloci 然后Cytoplasm里面挤满了各式各样的Granules 那它还是可以被诊断了APL 像这位病人呢 是Hypergranular Barium的APL 那至于ALL的形态学呢 我们大部分可以用细胞的大小 来把它分成L1、L2、L3 L1是指细胞大小的比较一致 L2就是指细胞有大有小 L2在临床上呢偶尔会被我们误会为是AML 但有接下来的一些检查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出来 那L3呢 则是在细胞质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空泡 那这个后来呢 我们发现它是一种 算成熟B细胞的一个血液疾病 叫Burkey leukemia或Burkey lymphoma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空泡呢 主要是因为这些癌细胞它分裂的非常快 所以可以在细胞质里面看到非常多的空泡 然而像Burkey leukemia或Burkey lymphoma呢 以目前WHO的分类呢 是把它分在成熟的B细胞的癌症里面 已经不在我们目前的不成熟的B细胞的癌症 那像这样子Morphology的形态 我们就会问说 那请问这个病人是B cell还是T cell的ALL呢 基本上呢 是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形态来告诉我们 它到底是B还是T 那这是一位ALL病人的周边血的母片 可以看到这些Lymphoblast比旁边的RBC略大一些 NC Ratio非常的高 Cytoplasm只有一点点 没有Granium 那细胞核呢 可以看到它Ko-Martin是Loose的 看不到核人 而且它Ko-Martin Loose以外 有些地方有点小结球 这很明显是一个Lymphoblast的特色 那这是另外一位病人的Lymphoblast 那这是骨髓的母片 时常可以看到细胞集在一起 形态学上看得出来它是Blast 但是比较难摊开 好 那形态学偶尔会骗人嘛 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帮助我们 诊断病人是骨髓性还是淋巴性呢 这时候呢 Immunophenotype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Immunophenotype我们通常有几个方法来做 第一个是特殊染色 第二个是所谓的IHC-STEM 就是由病理切片呢 去做一些染色 免疫组织血的染色 那另外一个是最近最常用的 就是所谓的流氏细胞仪 那我们血液室呢 我们常用一些比较特殊染色 像这是MPO的染色 我们去染这些Myloblast呢 看它有没有表现一些Myloperocides 在这个染色呢 我们背光是用一个淡蓝色的Counter-STEM 那上面的棕色呢 是我们特别去挑的 去染Myloperocides用的一个染剂 那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病人身上的BLAST呢 是有表现MPO的 那另外一个 我们也蛮常用的一个特殊染色呢 是所谓的Combine-STEM Combine两个东西一起做STEM 所以叫Combine-STEM 那在这个Combine-STEM呢 我们红色呢 是来看Non-Specific Esterase 蓝色的是来看Coroacetate Esterase 那Non-Specific Esterase呢 是一些Myloid细胞常见的一个protein 那Coroacetate Esterase呢 是所谓Monocyte的细胞呢 常表现的一个protein 那可以看到说呢 像这个病人 它两种都有带 因此呢 它诊断上呢 在AML里面呢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M4 就FAB的分类里面的M4 但目前呢 临床上最喜欢用 最常用的呢 还是所谓的流氏细胞仪 那流氏细胞仪呢 它基本上是用一个流体力学的方式呢 我们就把首先我们会把我们的细胞呢 就是分就打散在管子里面 让它悬浮在液体里面 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些细胞呢 去做一些染色 用一些抗体来染 那这些抗体后面呢 带有一些荧光染剂 像是常用的FITC啊 PE啊 APC啊 这些都是常用的荧光染剂 这些染剂呢 在受到特殊的雷射光 特殊波长的雷射光照射之后呢 它会反射出另外一个波长的光 那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些光的量的多少 来知道说 哦 这个细胞呢 它表现了多少这样子的破体 那在机器的部分呢 是利用流体力学的方式 调控内管及外管的流液的速度 那细胞呢 在经过这个detector和雷射病的附近的时候呢 是一颗一颗过去的 那也因此我们可以做 一颗一颗细胞的一个 Single Cell Analysis 单细胞分析 那当它经过那些detector和雷射病呢 我们打一些雷射光啊 接收它的一些反射出来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得到像左边这个table的一个raw data 就第一颗细胞 SSC多少 FSC多少 FITC多少 PE多少 那就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资讯 我们再将这样资讯 划成左下的这个二维的图 来做一个示意 那就可以看到像这个病人呢 还有47.7%的细胞呢 是CD34 以及IA Antige呢 同时表现阳性 那有49%的细胞呢 是CD34阴性 但IA Antige也是阳性 而且也可以看到它的细胞很明显 它就分成三群 虽然是一样Ian体群阳性的 但有一群比较没那么亮 有一群是比较亮的 那这是一个流失细胞仪呢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分析的特点 那常一个流失细胞仪做完以后呢 你会看到好几页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二维图片 我们临床医师呢 就会以这些数据呢 去判断说 这个病人的BLAST 有表现哪些POTEIN 那我们就知道说 以表现这些POTEIN的 这些POTEIN 我们就知道说 它是属于Miloid或是Lymphoid 那哪些是常见的Miloid marker 哪些是常见的Lymphoid marker呢 这边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简表 那Miloid常见的Marker有像MPO啊 CD1333 那Bcell常见的Marker呢 B和T都属于Lymphoid 那B的常见Marker有像CD79A CD19、222 那Tcell常见的Marker有CD3、CD7、25、CD4、CD8 这些都是Tcell常见的Marker 那这个呢 老实说考试还蛮爱考的 所以大家无问如何 都是要想一些方法把它记起来 那至于B和T呢 有时候你会听到我们讲说 哦 这个病人呢 是Early Pre-BALL 那什么是Early Pre-BALL呢 它基本上呢 是BALL的一种 那BALL的细胞呢 都会带有CD19、CD79A 以及CD22 那随着它越来越成熟呢 当它从破PRE-B 成熟到Early Pre-B的时候 它会多带一个CD10 那成熟到PRE-B的时候呢 除了CD10以外 在细胞值里面呢 还会有IgM的表现 我们叫它Cμ 那在更成熟的一个B细胞呢 在细胞的表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Early Pre-Ball 以及Kappa或者是Landa的来圈 这是一个B-Cell的成熟 那其中Early Pre-BALL呢 是BALL里面最常见的 因此呢 我们叫它做Caman AOL 那CD10呢 我们就叫它Caman Antigen 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让小额科 会时常听到小额科医师这样子说 那至于T的ALL呢 之前呢 大家也试着把它分成 PRE-T、PRE-T、Codical-T、Mature-T 但发现下面这些分类呢 其实对T的ALL 预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反倒是这几年呢 比较热门的一个分类 叫做ETPALL Early T Pre-Cursor ALL 那ETPALL呢 它的特色是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细胞呢 跑出来的ALL 那这个细胞呢 它Cytoplasmic里面有CD3 所以我们确定它是T cell 但是它跟T cell相关的一些marker 像CD1A、CD8呢 几乎都没有 那CD5呢 偶尔会有一些表现 除了T的表现很少以外 它反而会表现一些Milo marker 或Stamp Cell marker 那Milo marker像CD13、33、11B D65都是它常表现的 那Stamp Cell marker像是CD117、CD34 还有HLA-DR呢 都是常见的Stamp Cell marker 那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ETPALL 我们就要知道呢 这对病人而言呢 是一个较差的预后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分别就 预后以及治疗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分成AML 以及ALL来介绍 那请大家去看 接下来的两个影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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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